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月18号的热点追踪 澳门赌场大亨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超华 绰号洗米华 2021年的11月份在澳门被捕 被控创立及领导犯罪集团 非法赌博及洗黑钱等289项罪名 今年的1月18号 澳门初级法院宣判 裁定多项罪名成立 包括黑社会罪 不法经营赌博 诈骗 合共执行被判有期徒刑18年 根据香港01报道 澳门法院18号上午9点半开庭 宣布周超华建立犯罪集团 洗黑钱 非法赌博等289项罪名成立 但是加重清洗黑钱罪不成立 洗米华令澳门政府少收入了82.6亿元博彩税 各项罪名合共执行判监18年 他和暗中其他被告 同时需要向澳门政府赔偿65亿 并向多间赌场赔偿合共21.43亿元 周超华去年曾经在庭上陈述 根本没有犯罪意图 也没有犯罪报酬 那怎么又会有犯罪动机呢 他强调太阳城4000多名员工 在澳门经营十多年 为澳门创下了上千亿的收益 对于被指控感到无奈 BBC1月18日报道称 绰号西米华的周超华 1974年5月30日出生在澳门 他和不少同期出生的澳门居民一样 持有葡萄牙的身份 1994年周超华开始涉足赌场所谓爬仔的借贷中介 在赌场周边街头都受借贷服务 1998年周超华取得菲律宾的网络博彩准照 2007年首澳门一家酒店的拉拢 开设赌场贵宾厅 并且成立了其太阳城集团 旗下业务包括物业 商场管理 酒店 及综合度假村等 在俄罗斯 越南 菲律宾等多国开设赌场 他也创办了太阳娱乐文化 旗下的艺人包括许志安 文永山等艺人 周超华还透过担任澳门励志青年会会长 高调参与亲北京的活动 参观中共政府驻澳门联络办 与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毛泽东图片展 国家安全教育展等活动 2021年11月份 浙江省温州警方指其涉嫌组织参与国外跨境赌博犯罪 并且获澳门检察院批准逮捕 特区司法警察随即将周超华带走调查 并且移交检察院起诉 澳门当局警察称 截至2020年的7月份 以周超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在中国大陆 共发展股东及代理199人 赌博代理1.2万余人 赌客会员8万多人 起诉书称 2013年的3月份到2021年的3月份 以周超华为首的不法集团 在6家博企娱乐场经营赌底面 即私下以杠杆加大赌博金额 赌资达到了8000多亿港元 从中赚取至少215亿元不正当的利益 导致澳门特区少收入博彩税82.6亿元 政府和多家博企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 周超华被捕之后 有网站发文说 那些想靠爱国洗白自己的黑帮人士 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时代了 周超华今年48岁 按照现今的刑期 周超华应该做到2041年66岁才能出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下期见